桃园足为渔港拍摄 此栋建筑物是渔货直销中心 大部分专门是在卖活的海产 本人是站在小彩虹人行步道桥上拍摄 竹尾马头 又是在海产 第一次大部分 第一次大部分 正好 他是另一eman 他是一般的 看過去的另一座橋就是彩虹橋 看過去的另一座橋就是彩虹橋 買了一隻活的大沙母 一隻六百多元覺得還蠻貴的 以前剛去竹尾漁港時都買紅錢 一串五至六隻250元起跳 後來一串三百又調至三百五十元起跳 越來越貴然後一串又越來越少隻 此次去看一串才三至四隻而已 價格就要到六百至七百元 現在的東西越來越貴 賣的東西也越來越少 所以我選擇大沙母 本人想用清蒸的方式 活著用清蒸就可以吃出它的鮮甜美味 這支四母的腹部較寬 公的腹部比他窄很多 以前蒸過活的 他在定過掙扎 覺得還蠻殘忍的 紅錢一串三百元做油很久沒去買了 這次去看一串已經起到六七百元了 現在的東西越買越少越氣越香 包魚 我買四顆的一顆二十顆 買的時候是外 當作用清蒸的 它用清蒸的 メートル的水 在家裡 有蛤子 洗潔的水 如果沒沒新鮮 豹魚肉會越丟越小 蛤蟆買一斤一百 跟台北的價值差不多 不過變台北比較新鮮 魚鴻就是我那附近 魚鴻的海鮮大部分都多條條 魚鴻 一間好像四百塊不記得 我十個半間而已 我十個半間而已 可以來做某油魚鴻 本人對魚肉不是很清楚 本人對魚肉不是很清楚 可以來做某點 不排煙 把魚肉不並沒有 比較身類的 海面比較多 添麻 釣魚是年輕 高男朋友的時分 男朋友帶我去釣魚 我覺得很無聊 就對他作為釣 學會笑 釣魚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頭前有人在釣魚 釣魚很簡單 問題是 魚要不要吃你的餓料 夏天可能比冬天更好 冬天魚也會怕冬 冬天的沉海裡面 凱海 花海會很熟 冰冷的空氣 冬天一粒海境 冬天釣魚 Cat 寶貝腸在高峽研煨不小睡有樂 寶貝腸對手燒的感覺比較有興趣 寶貝腸對手燒感覺比較有興趣 規矩很硬,不拍照也沒什麼感到有興趣 黃伯昂與咧咧跟你說掰掰 結束